教院在这里重申 108课纲教科书会如期如值地完成 将在今年8月正式上路的新课纲剩不到半年时间 但绝大多数教科书却还卡在国教院的审查流程 截至3月15号 国小、国中、高中只有20本教科书通过审查 更多达超过40册教科书被退回重编 国教院表示教科书审查期间 会针对编审认知起义比较大的领域科目 像是社会跟科技领域办理编审座谈 邀请编者、出版社、审查委员以及课纲研修委员 一起确保教科书的内容品质 社会跟科技领域也都是在第一次送进来之后 是重编的状态 那也跟各位报告 目前社会跟科技领域 在经过国教院的三方座谈 也就是编者、出版社 还有审查委员以及课纲研修委员 在大家协力的情况之下 目前也已经重新送进国教院 进行后续的审查 不过面对国教院的说明 教育团体20号召开记者会认为 依照目前的审查速度 每次从编书审查到核定 只剩不到半年时间 再加上这次课纲修订幅度 相较于95站纲以及99课纲来得更大 如果今年8月就要全面实施 学生恐怕会面临无输可用 或者品质不价的困境 当初社会科、自然科公布是说 8月要送程 可是课纲竟然到11月26号 社会科10月26号才公布课纲 自然科11月2号公布课纲 1月底就要送程进去 编段时间不到两个月 而且更严重的是全部判重编 等于9月要用的书 到3月底 根本年第一稿都还没有送进去 那等于4月1号才开始审查 那依照刚刚我讲的审查的速度 除非教育部放水 或者教育部长说 6月底可以全部通审拿到执照 这根本是睁眼说瞎话 另外也有教育团体站在教师和家长立场 几乎 匆促上路的108新课纲 一定要有完整配套措施 包括小规模示交 找出改进之处 再向全国推行 否则除了影响学生受教权 连老师也会消化不良 你必须要把课纲弄好之后 我的课本研究好 把它更完整性 对孩子的知识能力都有提升 能够做一个完整的这些配套措施 我们才能够去做这样的实施 你没有一个实验的课程 你怎么知道问题在哪里 难道是要全国62万的学生 一边改一边做 一边改一边做 更何况老师们到现在都还没看到课本 接下来将分两阶段公告 审定通过的教科书 4月15号到4月底 预计公告语文领域生活课程 以及全民国防教育 5月15号到5月底 则公布其他领域的 审定通过教科书 国教署也强调 每份教科书大致会经过 两次审查修正后通过 因此不会有品质疑虑 原始情文决采卖买 乌溜台北市采访报道